嘿大家好我是蝦老師 那最近大家應該非常的期待 期待我們班級教室都有新電腦 甚至新的設備 那期待同時相信大家也害怕受傷害 因為在這發現在這裝置過程中 發現很多很多的問題 你可能不能上網 你的分享區不見了 甚至你現在想列印啊 卻找不到印表機 那之後該怎麼辦呢 那請大家耐心的把我的影片看完吧 好那我先說明一下 這次智慧教室建置 班級設備一些概覽 主要有分成四大設備 那也請各位老師去確認一下 你的班級教室裡面 到底有沒有這些東西呢 或是說 這些東西 它的內容 廠牌到底對不對呢 人家電腦都是22吋的 結果你拿到電腦是17吋 那就絕對是不對的 人家電腦都跑很快 都有兩顆硬碟 電腦是一顆硬碟 那也絕對就是不對的 那從例外我們都先確認一下 那第一個我們是講一下 一般電腦含電腦主機與螢幕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是22吋的螢幕 那你的電腦應該會有吸槽跟低槽 吸槽是SSD的高速硬碟 那是低槽是一般的硬碟 好那第二個的話是資訊整合控制器 在你的桌上 會看到一個盒子 上面像五燈獎一樣 非常多的顏色的按鈕 那是幹什麼用的呢 主要就是要控制你的螢幕 控制你的投影機 實物投影機 還有一些音源 這些無線的 這些裝置 他可以做一個中央整理的控管 好那第三個的話是電子實物投影機 他跟過去的我們傳統的實物投影機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他多了一個電子兩個字 廢話 電子的兩個字主要就是 他能夠直接用USB接上電腦 能夠在拍食物的同時 他能夠進行剪輯啊 拍照啊 後製啊 會比以前的投影機更便利 他的畫質啊 他是更高畫質 OK 那第四個的話 這是我們這次智慧教室建置主題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有一個無線投影器 那不知道各位老師有沒有用過什麼 Apple TV啊 Google的一個Quantcast 類似這種功能 那這個東西 這個這一次的投影器 無線投影器非常的厲害 因為過去你可能要買兩種裝置 針對你iOS跟Android的設備 這次的台達電的一個無線投影器 他主要是能夠整合 Apple iOS系統 然後Android系統 甚至Windows 10 都是可以進行筆電啊 平板啊 你的手機啊 你自己的手機都可以進行無線的投影 投影到你的大螢幕上面 方便你做這種教學 你就不用每次被困到你的班級電腦前面 你用走來走去的嘛 走來走去 拿著你的手機 拿著你的平板 在教室內走來走去 都可以跟學生做教學的一個 呃 呃 功能哦 OK 好那 看完這大家很開心啊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子啊 因為大家今天還在陣痛期嘛 每天問題一堆 哦 問題一堆 那我們就想辦法解決 哦 那我第一個 哦 為什麼不能上網哦 我先跟大家確認一下 是要上網的話就像要打電話一樣 有線電話 你的電話線一定要接上去 所以你的網路線有接上去嗎 哦 可能工程師在廠商 在裝機過程中 他忘了裝上去了 那你確認一下網路線長這個樣子哦 長這個樣子哦 好那 裝上去有沒有訊號呢 而如果沒有訊號也是白搭啦 那裝上去我們看到電腦後面的一個網路孔 他應該會亮燈哦 USB 孔是不會有燈的 全電腦後面只有會亮燈的就是網路線 好一下亮橘燈一下亮 亮可能綠燈啦 在這兩種燈好 有確定在閃爍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訊號 哦 那有訊號代表網路 應該是OK的 可能就是你電腦主機設定的問題哦 那接下來最常碰到的問題就是你的電腦IP嗎 那可能是廠商忘記設了 哦 那如果你很急我們就來設一下 那我命名的規則其實很簡單哦 哦 一連一班我們的IP尾碼就是點11 那如果是三連七班IP尾碼就是點37 那你如果是六連六班呢 哦 對 好 OK 點六 好 就是點66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去設定的IP呢 那我們再看一下右下角這邊有一台電腦 然後我們開啟網際網路設定 然後我們選擇以太網路 以太網路是有線網路了 然後我們這邊右上角變更 相關設定這邊變更界面卡的選項 點進去 然後右鍵 然後內容 內容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用的是IPv4哦 好 點進去 好 這邊呢 請大家設定一下哦 就是 呃 比如說 大家前面幾乎每個 呃 前面的設定大家都是一樣的 163 好 點19 好 那 點120 好 那這邊就看你面一班就點11 202班就點22 哦 那6.6班就點66 好 看你是哪個班級 那我們直網路遮罩呢 哦 255 點25 點25 只有最後一碼是0 那預設殺到呢 163 點19 哦 那 點120 哦 點254 哦 那這幾個數字都是一樣的 只有這個是跟對你班級 哦 你是什麼哪個班級去做 哦 個人化的設定 那下面DNS你就照我的打哦 163 19 19 1 168 19 1 1 按確定就可以了哦 好 再來我們碰到第二個問題哦 沒有網路分享區怎麼辦呢哦 相信很多老師檔案啊資料啊 全部都放在網路上面啊沒有分享區 哇 真的是非常麻煩哦 哦 第一個的話我們先確認一下哦 那你在本機當中哦 你沒有網路分享區 那我現在是有的 那該怎麼辦呢 哦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很簡單哦 按右鍵 好 我們就 我們來確認一下哦 這邊有一個哦 連線網路磁碟機 就連線網路磁碟機 好 然後這邊打上斜線哦 那163.19.120.120 哦 然後教師分享專區 好 那 完成完成的過程哦 他會問你你的帳號密碼哦 那你看你要不要 我們來完成 好 因為我已經有了 他自動就跳出來 我已經Key帳號密碼 那如果你沒有Key帳號密碼 他會問你帳號密碼 那你帳號密碼的話 就是你的BMPS的帳號 然後BMPS密碼 兩個是一樣的 比如說你是BMPS123 你的密碼是BMPS123 那你可以記住設定 哦 那如果你發現了你 你Key進去的時候 他已經幫你設定好 可是這組不是你的帳號密碼 那你可以更換不同的 哦 帳號 以其他帳號進行登錄 哦 那你就選擇那個按鈕就可以了哦 選擇按鈕就可以了 然後同樣Key完 然後記住設定 他就下次就會以你重新設定Key的那一組帳號來做 登錄的動作了哦 好 再來你可能會在 輸入的同時 我發現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哦 他會一直跳出錯誤 我明明的網路都通都可以上網 可是為什麼你在打的過程啊 哦 哦打完都打對了 他一直跳出什麼 SMB1 錯誤的問題啊 讓你沒有辦法去連線啊 哦 因為Windows10的他的安全機制比較 呃比較高啦 然後所以我們要不需要去開啟個設定哦 點這邊 好 然後 開始鍵哦 然後我們點一下控制 齒輪這個 好 然後我們到有一個叫做 應用程式 好程式 好程 程式與功能 好程式 應用程式與功能 然後相關設定這邊程式跟功能 好 點進去 好 點進去這邊有一個開啟或關閉Windows功能 然後他就會跳出來哦 這個東西了哦 因為我之前已經開啟了哦 然後你就看到他有強調一個SMB1嘛對不對 那你就原本這邊是沒有打勾的哦 你就把全部都給他打勾起來哦 裡面的選項都打勾哦 那SMB的系列都把他選項都打勾 按確定哦 就可以了哦 那 打完之後 然後我們再試試看 163.19.120.120 教室分享專區哦 然後打進去之後就 如果連上了 那你其他的還要再打嗎 比如說你可能有什麼要到教務處啊 到什麼處的啊 不用了哦 你打上去之後 你到教室分享專區裡面有一個教室分享專區連線 你點一下哦 他會全部幫你其他的處事啊哦 都把他自動連起來哦 你只要打一次教室分享專區 點這個就可以了哦 好第三個問題印表機怎麼連線呢 那你連線的班級的印表機有開嗎 那同時他的電腦也要開哦 我說明一下哦 因為現在全校的班級的印表機 都是分享的印表機 而非網路印表機 所謂網路印表機就是說 他有插上網路線 他能夠單獨直接的運作 直接的跟他連線 那你沒有插上網路線的呢 我們都必須藉由 放在班級印表機裡面的那台班級電腦 先連線到班級電腦 再連線到印表機來進行列印 所以班級電腦沒有開 你的印表機也會連線不到哦 所以第一個要確定 班級的電腦有沒有開 印表機有沒有開 那連線的方式 如果全部都沒有的都有開 可是你還是沒有印表機的話 你要怎麼新增印表機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哦 一樣在這邊這個齒輪哦 設定點進去 好那這邊會有一個裝置 好那 好裝置這邊有一個裝置和印 相關設定有一個裝置和印表機哦 點進去之後你就會看到你的印表機了 好然後 你就可以新增印表機 好新增印表機其實 他會自己跑哦自己跑 那你其實也可以不用管他 我的印表機位列出 因為跑那麼多 到最後你也看不懂 浪費時間而已 好我們就直接打 斜線斜線 然後打你要連線班級的IP 我們前面有沒有講過IP 一年一班的IP就是1010 就點11嘛 那二年二班是2.22嘛 那針對你印表機 你學年放置印表機的班級的位置 我們去打哦 譬如說前面都一樣 163.19.120點 好放置在一年一班 那假裝放置二年九班就打29 然後斜線哦 然後如果他有連線的話 他電腦會自動幫你跑出來 那印表機的名稱 然後你就按下一步下一步確定 自動安裝缺動程式 然後就可以了 好就可以了 好 好那第三個問題解決了 那最後呢 我相信你一定還是會有很多問題的 好那你可以直接加入我的群組 好如果你是新進的老師 或是你之前沒有加入的話 直接在上面提問 或是說我有個網站 好你直接掃描 好很多資訊 訊息還有影片 還有教你解決問題的方法 很大的碰到問題 我都會放在上面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好謝謝大家 祝大家新電腦使用的很順利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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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谢谢观看